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2日,今天的新闻比较多,所以可能还要再做这么一两个节目 那么这个节目谈谈联合国大会,习近平和川普两个人的不同的表现 你看川普的表现是非常的鲜明,因为这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会议 由于现在疫情严重,都采取这个视频连线的方式 这个其特点就是什么呢,你不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参加这次会议 所以这次非常整齐,那么川普发表讲话当中非常明确讲到 这个中国关于这个中国病毒的问题,他的讲话就15分钟,7分钟 允许讲15分钟,他讲了7分钟,根本没有废话 他讲什么呢,他说中国政府实际上由中共控制的示威组织 发出这个错误的言论,声称未发泄,就是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这个证据 然后呢,他们又再次误称没有症状人士,不会传播病毒 然后川普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允许病毒离开中国,感染世界 联合国必须要求中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你想大家回想一下吧,新型冠状病毒去年12月底就出现了 一月初,春节前后,这个蔓延了这个全世界 500万人从武汉逃离,有一半人到了全世界各地 有些人是直接到美国,由于川普第一时间是封闭了边境 另一部分人是到欧洲其他地方,辗转 辗转一些国家到了美国 所以说,我认为川普讲的还是比较符合事实 而那个时候呢,中国打压言论了 把李文亮这个狠狠地整肃了一下 虽然没有偷到监狱里 但是也是给了训诫 这个训诫非常严厉啊 造成很多人都禁声了 于是呢,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个信息没有及时的披露 没有及时的披露啊 就造成了全球的公共危机 这是事实 我们可以看那个艾芬 这个,一个接受这个财经采访的内容 再看看这个闫丽梦啊 讲的一些这个情况 你在参考这个 昨天我也讲过了 有一个网友披露的 去年12月 这个湖北搞一个 这个部队军演 全运会 全运会的一个军演 等等 那很多情况都证明了 这个习近平 的确是在这个问题上 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当然了 关于这个是否是制造的病毒 发起了一场这个生化武器战争 老川普没有讲 川普还是很谨慎 我认为 他以前你想 他一直是 这个有一度不愿意把这个病毒称为这个新冠 这个中国病毒 这个称完之后 有一段时间成为中国病毒 又回去原来的说法 那就说明他还是想 这个留面子 给习近平留面子 但你看习近平的表情 确实是说不过去 到现在为止 这个到底是武汉卫健委负责 还是 湖北省卫健委 还是国家卫健委负责 是国务院负责 他负责 始终是莫领良可 反倒是什么呢 把这个事 喜事 上次当喜事办 原本这是一个是 可以这样讲吗 是给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带来灾难的一次 公共兵政事件 最后把它当成大好形势 来吹嘘 自我吹嘘 确实是寡连贤持 老川普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是非常的 这个 这个认账的 刚开始 那么现在已经态度就 非常明确了 他提出 要这个 要让中国在这个行为方面 要负责 而且他有承诺 要分发这个疫苗 他说我们会击败这个病毒 我们会结束这个疫情 进入一个繁荣合作 及和平的新时代 你想如果没有这个 信心这个冠状病毒 那美国经济在 川普领导下 那当时发展的 真是 举世共认 非常好的 这样一搞给人搞的 死掉了二十万人 是不是 老川普领导下这个 解决了这个 呼吸机 这个问题 后来又解决了这个 额酸检测的问题 而且现在又开始解决疫苗 应该讲他是 一步步非常踏实在做啊 那么特别他对这个 示威组织的态度 对谭德塞的批评 也是符合实施的 谭德塞也在相当一段 一段时间内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是撒谎 所以说有什么可说的 习近平 这个不仅是对这个 新型肝酸病毒这个问题 这个疫情的真情 在这个疫情防止处 就隐瞒 而且呢 误判 而且是还 把小组长 推到李克强身上 那孙孙兰副总理 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好几个月啊 那后来是什么 等到治理成功了 然后过去 推过兰工啊 这个推过兰工 完了都把这个成绩放自己 脸上 而且这个 在这个 利用这个外交部啊 战狼式的外交 这个赵立杰 一度还把这个 新型肝酸病毒这个事情 原因归罪于美国参加这个 这个冬运会的啊 这个部队军运会的 就一个 一位女士 这都是历历在目发生的 这个离现在并不远的故事嘛 对不对 而且所以就是4月19日突然间抓起来 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在隐藏什么秘密啊 这都很难讲 所以说 这个必须向国际社会 这个做一个交代 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人家美国了 对不对 所以老川普的这个态度非常不可惜 非常的明确 一个是批评了中国 中共 一个是对习近平也进行了 这个非常严厉的啊 这个批评 只是没点习近平就明 点了这个中国病毒 你在看习近平的讲话 同一个会议 他怎么讲的 他就讲话 我看到海外有个网站上 用了个标题啊 他说习近平联合国演讲 说鲜明的态度 脆弱的现实 是人就是嘲讽他 色力内人啊 内心太 这个空虚胆怯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到他讲话 我们当中 这个我们来仔细分析分析 他讲的重点是什么 说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国 他说提出四点 一个是主持公道 第二个是 这例行法治 第三个是促及合作 第四个是 这个聚焦行动啊 公平 公道 那么我们大家看啊 他处是公道 那对于人家李文亮的事处是公道 这才几天的事 李文亮结果死掉 结果这个表彰这些什么功勋的 专家 这个公合国的巡政 也没给李文亮 对不对 直到后来 这个是 搞了一个什么 先进工作者 如此人 也没有平反 也没有公安 也没有认错认罪 对于这么好一个崔少人 如果那时候你想 听到他的哨声 紧急的这个 大家都在防疫 就没有今天这个事了 少死多少人 这公道嘛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第二讲是法治 中国有法治吗 这个任志强作为企业家 就是批评习近平还没有点名 讲到一个跳梁小丑 想搞崇神志 的确是指着他 那么公民不可以一个十几人口的国家 难道一些必须统一吗 对习近平家都能讲好不能讲坏吗 就讲这么一句话 加一个罪名 加了四个罪名 判了十八年 这是法治吗 这是 那是法治 对不对 你再看我今天看到网上 另一条消息 这个2018年7月14号发生的 这个有一位女孩叫董姚琼的 他在上海这个 这个海航大厦门前呢 打出了一个牌子 对这个习近平进行破墨 嘲讽 反对习近平搞综神志 这也是很正常的 你想国家如此次大 林子很大 怎么就可能一种鸟一种声音呢 对不对 你习近平不是也讲过了吗 但是就这件事 把人家给打成精神病 关到医院里 给这个人整个废了 到现在为止这个人 2019年放出来之后 冷然对人进行政治迫害 你看他的爸爸在 我看19日他爸爸就发表了这个消息 披露这件事情 那这说明什么 这是法制 那你说法制的话 为什么这个刑法 为什么宪法当中有规定 言论自由呢 打开看一看 对不对 还有啊 你不光他这个案子 还有那个云南楚雄有个诗人 叫王藏来 那就因为也是批评习近平搞综神志 最后 这个夫妻两个都抓起来 到现在还没判刑 都已经巨押了 此外还有余文森 律师余文森 也是批评习近平搞综神志 那这证明批评习近平搞综神志的人 太多了 那么这个难道是搞的法制啊 你在自己的国家里都不搞法制 你跑到联合国去胡说什么 睁着眼说瞎话 不觉得脸红丢这些眼 对不对 由于打压言论啊 造成多少灾难 你想今天 我看到9月21日 这个广东省潘雨市 发生了一个记者 叫王海伯格 这个人当了两个报纸记者 广州下面有一个叫时代 叫信息时报 还有一个叫叫新快报 这个记者 就是因为有和领导有意 老子纠纷被处罚 之后不服上访了十年 维权的十年 得不到解决 生活陷入贫困的 结果最后怎么样 导致他失去理性 成了这个杀人犯 你想这些事情 难道是政府没有责任吗 他产生的原因 我认为 就是没有法制造成的 那当然了 我不是鼓励啊 就是王海伯这种 叫暴行 他这个就针对那些 无差别的群体 特别对哪儿童 这个肯定要谴责 这是犯罪行 但是你要研究 他产生的原因 就是社会没有法制 如果有法制 你想法院早就判了 早就解决他纠纷了 很简单嘛 比一比结实太多了 每天都看到这方面的消息啊 但你看 习近平讲的都冠冕堂皇 第三是初级合作 他和谁能合作 你跟我讲吧 他和李克强都合作不好 你看刘鹤在那个神州3号 那个会上 当着中央 这个军民那么多的大老的面 把这个总理李克强 调侃羞辱到什么程度 那就要合作嘛 你合作 你要有一种宽容的行为 对不对 第四是聚焦行动 聚焦行动什么呢 你习近平现在整天搞这些 假大空下忽悠 今天得罪热 这个明天整肃那一个 搞的整个国家内政 那也就一片混乱 进入了什么一种四处树敌啊 这样一种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啊 你在看他这个这个 空架子表面讲的这个 好像都不怕和美国争这个老大 但是你看他在讲话当中 只字不敢提美国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 这个这个态度 是不是 而且这来讲到什么 最终于是让人感到可笑 是吧 他竟然这样讲 他说不能随的全都党 就听随的 不能坐而论道 那我问这什么意思 这不等于承认美国是老大了 美国全都大了 既然美国全都大 你何必要和美国去争这个世界 这个第一呢 是不是啊 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你不就因为韬光养灰吗 知人知己 然后呢 这个比较收敛 这个休养生息 你才能把这国家搞了不少钱 他搞了钱到时候 以后由于素质太差了 到处去搞什么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什么共同体 去下忽悠 今天得罪这个人 明天得罪那个人 搞的是鸡肥狗跳 到处碰皮 你原本人川普就是要求这个贸易逆场 改一改就完事了 结果搞到最后 现在变成这种程度了 你想 但是呢 现在真是要开战还不敢 还承认人是全都大 人老大 还要叫联合国来主持公道 还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你这个 你这个 到了这种地步了 人怎么能和你再去共享 这个共建 对不对啊 你想一想 就是请神不能安神 能力太差 把你想象有些很了不得 不知自己半斤八两 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说 在联合国 联合国能给你主持公道 你看联合国是个什么部门啊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习近平 把人认为啊 真是四立内人啊 你看到了这个 这个公开场合 竟然整个的讲话当中 就不点名利批评了美国 人美国是直接成为中国 人家感 人家态度非常的 这个明白啊 非常的充满信心 你习近平 因为有这个本事 唯一的本事是什么呢 用这些军用飞机啊 什么 这个潜舰军舰啊 文攻我和啊 这个台湾 你看这两天 这是 这个四天 五次 这个军机 第一次是两架 第二次18架 第三次19架 第49次 两架啊 这个来恐吓 这个 他们成为自己的这个通告啊 能解决什么问题 有本事 你就跟美国直接干 既然是美国的副国 已经去了台湾了 主导方在美国 对吧 人家是蔡英文 人是接待 对吧 你有本事 你就要真正像 他自己摧毁那样的 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啊 又是引领全世界啊 又是两个一百年 那你就直接就高领导部队就干 敢吗 不敢 所以说在这个讲话当中 这个这么讲吧 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这个丢人啊 这个把脸都丢尽了 真的 只能欺负什么 一个是国内老百姓 文人 欺负文人 今天抓这个米娜判定了 再就是欺负台湾同胞 嚇唬台湾的这个 这个 民选的这个总统蔡英文 对吧 蔡英文是台湾两千一百万人民 一人一票协据的 这是我们都亲眼看到 对吧 人家不是上级人民 也不是靠老爸 这个这个影响力爬上来的 人是混人驾驶干起来的 而且在防疫工作做的那是超好 现在又是一路 这个走向的前面的方向啊 越来越和国际社会 各个国家都出好了关系 你想一想 连现在日本新当选的首相 这个捷义委 都不给习近平面子 你习近平发个电给监义 监义都不理 都不回应 反倒是通过森棋朗 前首相 日本啊 就给这个蔡英文 串 蔡英文串话 想和蔡英文通电话 而且人家监义 现在已经跟川普通了电话了 你想日本 倒向了这个美国 也倒向了 也跟台湾搞好关系 印度呢更不用讲 菲律宾呢 越南呢 欧洲呢 你想加拿大 前几天看加拿大 这个总理特鲁多 偶然常常见到这个 习近平 特鲁多都不理习近平 你说你搞的现在是 到处是人都烦 那到底责任都是别人 对不对 有本身就在联合国上 像老船火长 直接提美国的名 可人家真正要干就赶快干 要不干干不了 你就落于下风 就承认自己是你不行 对不对 不要这样的 就是说把这个国家 十四亿宗人 绑架到自己 这个私立内任的这个战车上 这个自我的欺骗 搞到最后非常狼狈啊 垮台就是一瞬间 那么今天呢 海外七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